大家好我是山蘇公 今天是三國治幻想大陸的奇測挑戰時間 今天是司馬懿的奇測挑戰 就來講講用什麼陣容可以達到高分 那請大家先幫我按個訂閱開啟小鈴鐺 別忘記按個讚 之後會出更多遊戲介紹及攻略 好在奇測前先來抽一下蔡文姬的幻武 那其實我還有兩個指定的幻武還沒用 但是還有抽券就先用抽的吧 來吧 抽中吧 不要歪不要歪 保底還有四十幾次 繼續繼續繼續 抽 不歪就可以直接用抽的把它抽出來 指定的就可以留給以後的角色了 來蔡文姬換舞 我是看蔡文姬之後的女團也是可以上場的 所以她換舞應該是 啊 旁桶的 我的天 完全用不到 不過沒關係啊 可以拿來護佑 其實我護佑的 換舞還是蠻缺的 而且保底前出的 不虧不虧 來繼續繼續 應該可以出貨吧 唉唷一般的換舞 運氣不錯耶 我覺得可以耶 我這個都蠻缺的 其實我這些都蠻缺的 有抽到都是賺到 不像之前我抽換舞基本上都要保底才會出貨 而且普通的跟一般的換舞 而且普通的跟一般的換舞 什麼都沒有 都要保底才出 今天抽起來感覺還不錯啊 還不錯 沒關係繼續繼續 保底前出貨吧 拜託拜託 保底前出貨 哭啊 包包一直買 來來來來來 全部拆掉 全部拆掉 好繼續抽 繼續抽 保底前出貨 出貨啊 快保底了 哎呀 沒關係 商店的這個十個買起來 菜文姬換舞 出貨吧 出貨吧 哇 沒關係 前面出了兩把 其實算賺了 這兩次保底 拜託不要歪 不 要歪 菜文姬換舞 出貨 水啦 可以可以 啊 這次菜文姬專武 再加上一把普通 一把 龐筒換舞 三把可以的啦 我覺得比我之前的運氣好多了 好各位我們就回到奇策挑戰啦 現在先跟大家講 我最高商打到 4億9千多萬 那我覺得應該還可以再拼羊州 最高我覺得有機會可以到5億啦 那目前是還排在第一名 今天應該還比較少人開始拼 那直接來看一下陣容 我的陣容是 蔡文姬曹操元少王毅 將為馬雲露 神兵的部分 心庭喉刀 葫蘆 槍 那這邊的話 你如果有 比較高星高火的扇子 槍可以取代掉 再來靈寵的部分 我是用 靈兔 龍象 夫豬 那你如果有青龍啊 或者是比較高星的白虎 是可以試試看 接著看到火蘇星數 我們可以看到 全部無火 我剛才也是抽到了 蔡文姬換武 我才把他上到無火 那潛能部分 簡單來講一下 馬雲露 1-3-3-2 姜維 2-3-3-2 王毅 3-2-3-2 仁少 1-1-3-2 曹操 3-2-3-3 蔡文姬 1-3-3-1 再來我們看到戰魂 戰魂就是 姜維跟馬雲露兩個主蘇出手 去代弱頂突襲 其他戰役勃發 換武的部分 王毅全開 蔡文姬全開 那這邊 蔡文姬如果沒有全開 我原本是五星的狀態下 我最高傷是打到了4億3000萬而已 所以我把蔡文姬上到無火之後 再讓他換武全開 我的最高傷直接跳了6000萬 差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一開始就是拼4億3000萬之後 看到discord 大家都有到4億5000多萬 就算跟我一樣陣容的 有人就是4億4、4億5 就是比我高 我好奇之下 就去抽了一下 結果提升的非常的多 非常的有感 那在4億7000多、8000多 都蠻多次的 9000多就只有出現過一次 可能還是要靠賽 再來的話 還有一個角色 我覺得應該也是非常好用的 我看到很多人 都用上他就是曹匹 又是曹匹 曹匹取代曹匹之後 把袁紹換過來 看到很多人都是這樣擺放的 曹匹當然是要上火比較強 你可能只有五星的話 好像還是可以上到4億多 當然是越高越好 那拆紋機的部分 有人是用比較高火速的乳素 去做取代 也是可以到4億多的 再來我們看到這一組 比較低配一點的陣容 這一組是參考日本攻略影片的 但是我自己有稍作改良 大家可以看到王毅鄧愛中會 郭家將為大橋 這樣去做擺放 然後神兵跟靈寵維持跟剛才一樣 再來的話 星數火速 可以看到鄧愛才3星 中會4星 郭家才4星 那潛能的部分我都沒有去動他 所以有可能可以點出更好的配方 但是還是分享一下我的潛能 1-3-2-2 從左至右 2-3-3-2-3-2-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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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3-2-3-3-3-2 沒有截圖到連點點太快了 只有截到這個4億的 這個4億的傷害 所以這一組一定可以4億1000多萬以上的 我自己實測過了 所以大家陣容不齊 如果剛好有王毅大橋的幻武全開 可以試一下這一組陣容 我覺得這一組比較相對親民一點 那最後再講一下 這一次的陣容 你如果火速不夠 星數不夠的話 還是可以試試看 像我潮P 他只有4星而已 但我剛才有試出4億7000多萬 還是蠻高的 而且接近我的4.9X沒有多少 應該還是可以排在前段班 那這次比較不可取代的應該是 王毅跟姜維一定要5火 再加上王毅換武全開 其他比較低星低火速都可以上場試試看 包括剛才的比較低階版 也可以試一下 而且剛才我上的是 潮P跟潮超一起上 那如果調整成元少的話 應該也是還不錯 剛才也有試過這一組 也是有打到4億4 4億5以上 那這兩組能多高 用比較低星的潮P 還要再多嘗試 那高火速的應該還是可以再更高 大家這兩天時間還很多 可以多做嘗試 感覺這一次 前幾名應該是要上到5億才對 所以我還會再繼續做嘗試 那你有更好的陣容 或者是低配比較好組的陣容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有刷出更高傷更好的陣容 那我也會再更新給大家 好啦 感謝大家這一集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